大英博物馆最近在北京和上海 连续举办了一百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的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是它精心准备的 它是用文物来展示世界的简史 这个展览出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这个书由馆长写了一个序言 他在序言中给了一个副标题 这个标题叫不可完成的任务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事太难 大英博物馆用自己博物馆馆藏的一百件文物 去展现一个世界的历史是非常困难的 它不是某一个文明 它是全世界的一个文明 因为一百件文物数量太少 所以呢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世界简史 北京和上海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 这个展览呢 北京先展 上海后展 去看这个展览非常难得 所以呢 就得排长队 据说在上海排队的时间 比北京更长一些 最长的要排六个小时 可见这个展览的吸引人 尽管啊 他这本书或者说这个展览 做成了世界简史的形式 但不要说对中国人 对世界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来说 都非常难理解 如此不好理解的展览 还吸引这么多人去看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了我们今天的人非常关心文化 这事有个缘起 缘起是2010年的时候 大英博物馆与英国广播公司 就是BBC呢 联合策划 说以文物诉说人类文明的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呢 是说的啊 它是一开始不是让人看的 是说的 大英博物馆呢 就请其所能历时四年 动员了四百多名专家 由这个馆长 这馆长叫尼尔·麦格雷格 亲自主持 大英博物馆的世界简史 这个书中呢 它是要求每一个专家 来解释这一道文物呢 是由他自己的视角去写的 比如啊 这个开篇 它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 他开篇谈了一个木乃伊 那么专家是这么写的啊 说1954年我八岁的时候呢 第一次就迈进了这个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大门 首先看到的就是木乃伊 他说我想呢 这至今仍是多数人初次参观时的一个首选 因为他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大英博物馆非常的大 你每个人进去都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去看 那么他接着就写啊 说当时吸引我的是木乃伊本身 木乃伊是他这个尸体带来的那种刺激又可怕的一种感觉 他说如今当我穿过博物馆大中亭走上台阶的时候 依然能看到一对对的兴奋的孩子走向埃及厅 勇敢的去面对神秘而恐怖的木乃伊 因为木乃伊这个是拍过很多电影的啊 我们有很多电影啊 我记得最恐怖的画面就是那个突然不知触动了哪一大群 圣甲虫就哇 排山倒海似的就爬出来了 所以给了很多人恐怖的感觉 那么这本书呢就用木乃伊作为一百件文物的一个开篇 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考虑啊 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从木乃伊身上谈人类的生死 那么这一百件文物中呢 中国文物到底入选了几件呢 一共九件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 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这个文明是巨大的 但是你放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 你毕竟是只占有一块 那么大英博物馆编的世界简史中 能够由我们有九件文物入选呢 我认为这个只多不少 那么在中国入选的这个九件文物中呢 第一件呢是西州的康侯鬼 它距今有多少年呢 距今三千年到三千一百年 那么这个外国人呢 因为这个书全是由外国人执笔写的 他上来呢就提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 他说你是否常与逝者共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是不是这个常跟死人一块吃饭呢 说这问题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呢 是个理所当然的事 说至今有很多人相信 他们去世的家人在另一个世界 注视着他们 赐福于他们或降祸于他们 我们今天依然有这种习俗啊 很多人家人去世 比如这一个家庭最主要的父亲去世 这母亲每次把全家人拉到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他会另摆上一副碗筷 说给你爹呢 摆一副碗筷 这种文化长久的影响中国人 过去啊 这个中国人 父母的丧事呢 是天大的事 朝廷的官员如果赶上他父母去世呢 他要回家守孝三年 过去守孝时间非常长 那么这个制度呢 最早就建于禁书 他说 史为谢玄参军 为玄所欲 丁忧去职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去有了这个官职 重用你的时候 你恰恰你的亲人去世 这时候呢 你只好丁忧回家 那么在这个丁忧期间呢 官员不能继续为官 朝廷呢 也不能征召这个丁忧之人 除非有特别的情况 就极为特别的情况 所以呢 国家才能启用你 一般情况下 你必须呢 这个在家守孝 如果国家非要征用你的时候呢 你必须 以束缚办公 你还不能穿那个官服 穿得太热闹 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 大英博馆选用的第一件文物 这个看后鬼呢 实际上就是 为去世的人祭祀所用 比如我们过去古代呢 有一种制度啊 九顶八鬼是等级最高的 还有七顶六鬼就等级次之 我们为什么用顶和鬼呢 来说明我们民以食为天的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顶是用来煮肉的 鬼是用来盛饭的 盛古物的 那么 大英博物馆啊 用康头鬼作为这样一件文物 入选呢 肯定是基于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的 这个考虑的 所以在我们九件中国文物中 这是第一件出现的中国文物 那么第二件是什么呢 按时间排序呢 就是中国的一个铜钟 这个钟呢 是发现于陕西省 它是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距今大概有2500年 这个铜钟本来应该是成套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边钟 最著名的边钟 就是曾侯以慕的边钟 那么 大英博物馆的这个专家写到呢 他说这个钟的主人呢 可能是当时的诸侯 他不用这么可能 他肯定是 这是贫民是使不起的 不能拥有这样好的边钟 他也可能是某个诸侯国的一个大臣 拥有一套边钟 拥有边钟的这个诸侯呢 他一定要拥有一整支呢 能够演奏边钟的乐队 那当然 这就是一个财富和地位的一个象征 这个边钟啊 就这口钟呢 所传达的主要信息呢 是主人的权势 我们今天的权势跟古代的权势 有时候不是很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好像觉得 今天有点这边钟都属于艺术品 那跟权势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在那个时候 在这个孔子那个时代呢 音乐是个人教育中的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讲过六亿啊 礼乐设玉书术 乐就排第二 那么孔子认为呢 这是这个音乐在教育中呢 能帮助你塑造一个国家 所以孔子教育的思想核心 是让每个人了解 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一个地位 正是这种思想呢 让同中西方人认为 具备了这个哲学意义 那经过这个调试的钟呢 依次可以奏响 声音呢非常丰富 我们都听过 曾侯以目的编钟的演奏 非常有趣的是呢 当时的战争礼仪中 也要有同中 中国人认为呢 不奏响这种中古啊 发动攻击式不公平正义的战争 所以钟古齐名啊 奏响以后便可以大战一场 那么同中啊 它更多的用于宫廷意识和娱乐活动 这种演奏方式呢 就从中国传到了境外 如今啊 留下来的这个 最接近古代演奏方式的 这个演奏啊 它不在中国 在朝鲜半岛 我们的藩属国 跟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从大约宋朝的后期啊 十二世纪 朝鲜就出现这种演奏方式 它一直流传到至今 所以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 朝鲜就是包括韩国的这种 宫廷音乐呢 实际上是我们过去早期 宫廷音乐的一个 一个遗存 今天啊 这个同中终生 在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存在 你比如1997年 香港回归仪式上 就使过同中 我们2008年奥运会上 也重新奏响 那么我们今天一直谈国学啊 就把孔子又请回来 所以西方人认为呢 孔子的时代呢 再次来临 那么第三件被入选的 文物是汉代的这个七碑啊 这个七碑呢 它是出土在这个平壤附近啊 这个很有意思 不知道怎么出土在平壤附近 那么它就是一个雨伤碑 我们过去给大家看过雨伤碑啊 俗称耳碑 那么这个外国人研究 跟我们有些不同 他就讲啊 这个耳碑制作起来太难了 说它要抹30多层漆 每抹完一次 需要耐心等它干燥 这个周期需要一个月之久 这个关于七碑啊 我过去讲课中讲过啊 七碑为什么在宋以后 逐渐逐渐消亡呢 主要是七碑的成本决定的 在西汉的《掩铁论》里就记载了 说一杯劝用百人之力 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就你做一个七杯子 都得一百个人的力量 才能做出来 你做一个七屏风 那就是万人之功 当然它这个不是 是只确脂 是泛脂 但是证明了 这个做七气的难度 七气的干燥非常难啊 七气它这个 不像你想象的 我们今天很多漆啊 就能自喷漆什么 都叫素干漆 我们中国传统的植物漆呢 干燥非常的难 它在干燥的环境中 反而不容易干燥 它必须在潮湿的环境中 才容易干燥 过去我看那个大漆 做大漆的制品 那个为了让它干燥 在一间密封的屋子里挂满了麻袋 喷足了水 让屋里非常的潮湿 才能让它干燥 你想三十多层 那么西方人啊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文献啊 他们说呢 就当年做这种七杯的价格 是十分昂贵 一个七杯的造价呢 相当于十个青铜杯 仅限于驻守边疆的这个将领和这个位高权重的人使用 我想它可能基于这件东西是在这个平壤发现的 所以他才说是就是重守边疆的人啊 封疆大吏使用 这件东西重要性在于什么呢 在于它上面有六十七个字 这个六十七个字呢 外国人觉得很新鲜啊 这六十七个字跟欧洲人过去在早期文物中 写一句真言 写一条线词 完全不一样 它写的是什么呢 它上面写的是人名 有六位不同种类工匠的名字 有制作木胎的 有刷底层漆的 有刷表面漆的 有给把手镀金的 有描绘图案的 还有最后打磨的 等等把这些工匠的名字写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它在这六个工匠之后 又列了七个质量监督员的名字 这种现象恐怕只有在中国出现 就是有人要为此负责 那么排列第四的中国文物呢 是一块非常不起眼的一块画板 这个画板没有多大 就跟我们电脑的键盘那么大 那么这个画呢 是出土于新疆 他的大致的这个画的出现的年代呢 是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 他开篇就写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 住在丝绸的这个帝国 有一天他的父亲要把他远嫁 这个出产玉石的这个国家 他嫁的那个国家的国王 那产玉的王国不能产丝绸 怎么办呢 皇帝呢就告诉他产丝的这种办法 是一个机密 你不能把他带走 公主就想把这个丝绸的这个制作方法呢 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子民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妙计 他把所有的东西啊 就是蚕碱啊 桑树种啊 等等都藏在自己的缝罐里 搁在自己的缝罐里 他自己出发的时候呢 护卫也不能搜他的身呢 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带到了这个我们的西域啊 就是于田 那么于田国就得到了这个丝绸的 从种植养植到制作的一个技术 那么这张画啊 这张画呢 画在一个木板上 画得非常清楚 第一个人指着这个公主啊 这个侍女指着公主 指着她头上的这个罐啊 说那意思就是说 这点秘密都藏在这个罐里 后面呢就有养残的 这个养桑残的这个绘画 它实际上是一个三联的一个连环画 这个画对我们一般人来看 觉得这东西太简单了 这画的也一般般 说我们去看敦煌壁画的时候 这类似的东西很多 但是他不知道这里所包含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说明了中国人的穿 中国人的穿 跟我们最初说的这个看后鬼不一样 那是中国人的吃 那么我们通过啊 这个丝绸之路 我们这个获得的是什么呢 这个时期呢 是大约公元八世纪啊 这时候世界上人口和商品呢 都是在大量的流动 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 是最繁忙的一个流动之处的这个网络 这条网络上运输的呢 贵的东西都有什么呢 黄金 宝石 香料 丝绸 然后呢 还传有各种精神的这个享受 比如有信仰 有宗教 那么传思公主啊 这个故事叫传思公主的故事 有些人认为这不是应该是个世俗故事 这明摆的是个宗教故事 其实我们更愿意相信 它这块板上的故事 就是个真实的故事 是吧 我们的丝绸业 一直是我们国家过去 最重要的一个手工业 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 创下过汉马功劳 为我们赚了很多钱 一不如到今天 就是到今天 你去新疆的和田地区 我们可能都没想过 这个地区的丝绸业 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 每年生产 一亿五千万米长的丝绸 制作布匹 服装和地毯 我们知道新疆的这个丝毯 是非常有名的 那么第五件东西呢 是唐代的这个墓葬 墓葬 大云博物馆呢 这个亚洲厅 这个摆着两尊 中国他们说的就很怪异 他说摆着两尊 中国阴间的判官 他们是负责记录人 生前的善举和恶行的 过去中国人 当然是有很多顾忌 特别注重精神上的 这个善物 很多人都怕 就是我生前如果做的不好 我死后一定是下地狱的 今天的人好像对这个事 好像都不太感兴趣 很多人还觉得说 这事太迷信 其实不是 是人类精神文明追求中 很重要的一点 那么 这一组文物呢 是应该是十二个 十二个这个陶涌 高度呢 都是有个两尺到三尺的 这么大一个高度 它包括有人 有这种镇木兽 还有就是骆驼和马 外国人说的很有意思 说他就仨颜色 一个叫琥珀黄 一个绿 一个棕色 其实唐灯凯的 这个颜色非常丰富 澡堂的东西颜色 相对来说都比较 这个少 到圣堂的时候 颜色非常多 非常绚丽 那么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 除了两匹马 马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讲过说 它是重要的战争装备 还重要的呢 就是双风骆驼 骆驼完成了我们 当时货运中的 一个运力的承担者 我们今天的运力 是靠飞机航空 靠火车铁路 靠公路汽车 来运输货物 由于人类的运力的提高 使人类的文明 加速了发展 我们过去主要的运力 尤其丝绸之路上 是靠骆驼 大营博物馆 这次拿来的东西呢 它是考虑文明的各个方面 比如 它航台第六件 就是明代的纸币 大明保抄 我们今天海管兜里的钱 叫钞票 尽管我们北方人说的少 上海人一说就是钞票 钞票 关于纸币发行的一个缘由 英格兰银行的行长是这么说 他说金钱是万恶之源 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 应该反过来说 他那意思万恶之源 就是金钱 反过来说 纸币发明 它是实际上解决一个问题 就解决人与人在交易上面的 一个不信任 但问题是 你能否相信发行纸币的人 那么发行纸币 理论上讲私人也可以发行 你私人写给人家的欠条 理论上讲 就是你个人发行的纸币 就人相信不相信你这欠条 是吧 但是公共使用的这个纸币呢 一定是国家来发行的 过去讲就是朝廷发行的 宋代的时候啊 我们发行的货币是胶子 元代明代以后都是保钞 中国发行纸币的时候都是 贸易非常发达的时候 一开始效果都很好 但是纸币跟金属币有一个不同 就是纸币的面值 没有人来保证它 必须用信用来保证它 所以一旦信用发生危机呢 纸币就变得不值钱 最后都以朝代更迭作为惨痛代价 那么纸币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比金属币轻盈 数额巨大 你可以填 多的额都可以填 你比如支票 只要这个支票有法定的效率 那你拿一张支票 比你拿钱要容易的多得多 中国人过去讲飞钱 什么叫飞钱呢 就是金属钱太重 是飞不起来的 纸币可以 就是快 能去很远的地方 当你的货币容易流动的时候 你的货物相对就流动的速度快 那社会就发展的快 所以纸币呢 从发明的角度上 加速了这个社会的发展 在这九件文物里 第七件选进来的是一个玉币 其实这东西还真不叫玉币 它跟我们认为的玉币呢 有一点不同 它在这个里头的这个孔的部位上 起一个台阶 专业术语叫领 叫领子的领 像个领子 那么这件东西当时是干什么呢 很不清楚 今天我们都很难解释 这样带领的币 是究竟最初是干嘛用的 所以乾隆年间 乾隆就对这东西呢 就研究半天 因为乾隆见过的东西多 带领的这币 他说不通 他就说这东西是个托子 说过去就是托碗的 他就这么解释 他写了一个诗 他说 未管古所无托子何从来 他说这个碗要是没有的话 这托子从哪来的呢 他说未托后士气 古玉非金才 就说如果你说这托子是后来人搞的呢 他说这玉看着又像是老的 所以就是乾隆爷当时拿着这东西 就纳闷写了这么一个玉制诗 后来被工匠就刻在 把玉制诗刻在这个玉壁上 这个玉壁呢 他这次展出的时候 很有意思 他书上配了一个碗 这个碗上就是个定谣碗 定谣碗刻的诗 是跟这个托子上一模一样的 可见当年呢 乾隆就下令 说把我这个玉制诗刻在这个托子上 把那碗找着 搁这合适了吧 把那碗上也刻上 所以现在今天那碗呢 在咱们北京故宫里 这个 其实乾隆老爷子的想法是错的 错的也没关系 我们尊重他的想法 每个人在每个时代呢 都有自己的局限 我们之所以能认知很多 不是我们个人的能力 是全社会的能力 今年全社会给你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所有的社会的信息支撑你 支撑你的学习 支撑你的判断 所以我们才显得 好像我们比古人多知道一些 其实也未必 那么后面还有两件东西 这两件东西 一个是呢 女史真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原情花之政大平 这两件是西式珍宝 我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 近距离跟这两件作品 这个面对面的见过 我将在下一期 专门去讲大英博物馆 那时候在讲这两件东西 这次大英博物馆 在他的馆藏中挑选了 一百件文物 做了这样一个世界简史的 一个展览 出了一本书 说起来能够做这件事的 世界级的博物馆并不多 这对大英博物馆来说呢 是他一个创举 这个创举呢 我真的希望是 有机会有能力的人 一定想办法去看